現在在形塑一個氛圍 就是打阿中 就算這個議題 臭生啊 照相打 來阿苗 我跟你請教 因為打阿中除了疫苗之外 阿中最近他小編有出包 就是照片的那個事情 他明明就有去萬華一個食堂吃東西 但是那個照片 突然他多弄一張 就PO到這個網路上去 那小編說他其實是不小心 誤用 可是這個徐曉星就說 你就是盜用 就打的 後來你知道網友就是這樣 你要去監督別人 那我們來看看 我覺得他們蠻細節的 找到2018年徐曉星的臉書 有一個文章 有一個什麼PK賽 然後他就有涼麵啊 有什麼小龍湯包等等的 被發現說 對啊 你也是引用那一個網紅 那一個什麼部落客等等的 現在回力標到他身上之後 徐曉星做什麼事情 他把他的那個 那個圖就下架了 他刪文嘛 就是曉星的確是蠻心虛的嘛 是不是標準不一樣啊 我就要這麼說啦 現在國民黨對於這個 阿中部長有一個戰術 就是說 因為整個選戰的大格局是這樣 蔣萬安一開始 他的民調是四成多 甚至接近五成 那現在往下掉到三層保衛戰了 他的整個趨勢是往下 那阿中呢 因為他起步比較晚 被提名參選比較晚 那所以他的起步是落後 講萬安的 但是他的現在的趨勢是往上 那一個往下一個往上 到最後一定會出現一個交叉點 所以對國民黨來說 最大的一個戰略就是 他希望這個交叉點啊 不要在11月26號之前出現啊 講白了就是這麼的簡單 那他現在用一個戰略是什麼呢 他要不斷的去讓 用攻勢 用負面選戰的方式 讓陳時中陷入一個防守 因為如果我一直都被攻 那我只能防守啊 我就不能追了嘛 就是整個大格局是這樣 所以我要先講 陳時中的這個小編群 其實真的要更加的小 對啦 要比較謹慎一點 不要被人家抓到一些小毛病啊 你每犯一個這種錯 新聞整個兩三天都在講 你怎麼會犯這個錯 那你真正要講的政見 你真的要講的主軸 就沒有人注意 可是我覺得啊 當我們在講說比方啊 許淑華涉嫌抄襲 張善政那個研究報告抄襲 反而所有的力道 在打阿中的這個小編圖的事情 反而是更多的 然後政辦要去監督的 你就發現奇怪了 怎麼那麼奇怪 其實貴啊 現在就點到重點了 其實不只這個抄襲 林芝廟還貪污被起訴 更嚴重 但為什麼這個討論是不成比例 其實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事情 就是說 國民黨在挑選這些議題打的時候 他並不是真正的關心這個 比如說像論文抄襲的問題 他其實並不是真正關心一個學術的誠信啊 因為他如果現在是真的關心 就像朱立倫所說的 一旦涉及抄襲誠信問題就要立刻退選 那許淑華怎麼還可以去報名參選南投縣長 按照你黨主席的標準 許淑華現在應該早要引救這個退選嘛 因為他已經被比對出來了 那假設說按照張善政所說 這個誠信只要任何出現有點瑕疵就要退選 那他怎麼還去報名呢 對不對 因為他自己也被比對出來了 那更不用說了 如果說你今天真的在乎這個政治上面 你不可以去票竊 所以你不可以隨便用人家的圖 然後你不可以用這樣子的這個涉嫌 這個讓人聯想到不好的意象來拍廣告 那我請問你你有沒有同樣的標準去檢視你宜蘭的妙妙姐嘛 那你這個貪污洗錢涉及這樣已經都被起訴了 你要說堅持相信林之妙的清白 全黨挺一人 那就國民黨他根本不是真的關心這些價值嘛 所以包括剛剛桂亞提到了 這個巧新議員這些事情 其實你看得出來就是 他們關心這個不是真心誠意啦 他不是真的關心什麼很多創作者的權利 關心智慧財產權 因為如果真的關心的話很抱歉 這些國民黨的人他在做很多梗圖之前 他應該會去詢問原作者的這個相關的意願嗎 有嗎 其實並沒有 那所以在這個整個的裡面 其實我們要看清楚一件事情就是 在討論這些議題的時候 很多人會拿一個很聖人的高道德標準書來談 但是這個時候你要檢視他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他有沒有用同樣的標準的要求之下 所以他只要都戒掉自己啊 他要牽罵人結果都戒掉自己啊 那國民黨他是一個百年老店 他過去有這麼多劣跡斑斑的時候 現在要搖身一變變成一個聖人黨 然後每天在這指著別人的鼻子說 啊你做了很多的錯事你都應該改 你都應該改 但是在這個時候國民黨自己本身自身呢 現在他走了這文宣要年輕化 也患上了很多的新面孔 包括剛剛提到的巧心也是年輕面孔 甚至蔣萬安現在他也主打大家年輕 可是在這些年輕的背後 他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還有他真正的形式作風是什麼 他是真心關心這些共同應該要來擁護的價值 還是他只是利用這些價值去作為負面選舉的手段 然後攻擊完之後這些價值就被他丟到旁邊 氣之如必喜 好像每一個好的價值都像一個免洗塊一樣 用完了就要丟 那我覺得這個風氣其實是非常不好的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選舉都走向負面 然後用這樣黑龍制度的方式 認真的人得不到肯定 勤勞的人得不到肯定 然後用心做事的人 因為有些事情做不好 所以放大鏡檢視之下給他落選 然後上去的是什麼樣的人 上去的是拿著這些負面的劍在射著別人 但是對於自己的缺失視而不見的人 這樣子對我們的國家難道真的就是好的嗎 負面的劍在射程中